作为古代社会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学,在中汉末年以后逐渐衰弱,这之后的几个世纪中,国道思考的影响日益深入和广泛。 长代中叶以后,韩玉等人开始倡导复兴古代儒学,而儒学的真正复兴一直到两宋才真正实现,这个时期出现了周敦仪、张仔、藤浩、藤仪、夫夕、陆九渊等杰出的思想家。 宋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传统,同时萧哈吸收了佛道思想的几座优点,建立了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宇宙本体论。 他们提出了道理、亲信等哲学概念,使得儒家学说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。 宋儒重视人格的提升和完善,他们总结了一整套个人修养的功夫,使人们可以在修身其家、治国平均下的社会实践中,不断地完善自我,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进去。 宋儒的学说,为后世的士大夫阶层集中了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,有利于社会的稳定。 由于他的失败局限和逐渐僵化,也被统治者用作控制思想和阻碍进步的工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